昨天市长秦军在南湖宾馆会见了阿根廷和赛帕斯市市长马里奥阿尔贝尔多伊西率领的政府经贸代表团 秦军代表襄阳市委市政府对伊西疫情的来访表示欢迎 并向客人介绍了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秦军说新能源汽车是我是汽车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五个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厂 通过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培养到2020年 全市规模以上新能源汽车企业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 秦军希望双方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秦军说 襄阳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这2800多年的建成史 而阿根廷资源丰富足求更是世界文明 除了经贸交往 希望两地在科教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加深了解加强互动 依西说1999年他就来过中国 见证了中国十几年来发生的巨变 襄阳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 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很荣幸能为两座城市的合作发展尽一份力 依西表示回到阿根廷后将广泛宣传襄阳 推介襄阳 推动襄阳与阿根廷的友好合作 副市场刘恒友参加会见